第六十六集 娘娘若实在是在这屋里难受 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 只是不宜酒 最多一个时辰 张太医捋了捋胡须说道 我的心中雀跃了起来 连连点头 一旁的慧菊看了我 忍不住的就笑了起来 张太医离开后 慧菊一边为我更衣 一边打趣的说 一出去就这么开心 娘娘今日真像是个孩子呢 我坐在巨大的铜镜前 看着慧菊将一件件衣物拿出来让我挑选 既然娘娘今日气色好 又想出去走走 不如奴婢为娘娘仔细打扮一番如何啊 慧菊抖开手中一件秋香色 蝉枝牡丹的宫庄问道 我看着镜中的人 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 便在慧菊的服饰下 换上了秋香色 烟波宫锦珠花裙 绕了银凤零五长披风 斜插了一只孔雀灵样子的松石簪子 垂下一串细丝的蓝宝石 碧肴带了一朵浅黄捐制的芙蓉 更衬得人眉目烈焰 乌发如云 慧菊正为我在眉心上点上一朵桃花 门外突然响起了连串的脚步声 慧菊的首位一抖 那花的一半就散开了去 我轻皱了眉 拿出四帕又擦拭 就听见张德海的通报声响起 皇上驾到 我回头看去 正走进门的沈细瑶的脸上 是掩藏不住的喜悦 好似阳春三月里的阳光 她的嘴角不由地微弯着 脸上还带着自豪之气 更衬得人诱然灌手 一群绝伦 鱼鱼昂昂 我朝她笑开了去 峨眉好齿 欲至天成 皇上怎么来了 我站起身 行过礼之后问道 这一连的半个月里 没有见到过她 我一直以为 她是不会再上这 彭岛摇台了 毕竟 我做了那样的事 毕竟 她也说了 留我活着 只是为了我腹中的孩子 毕竟 我 我 只是大心名义上的皇后了 大姐 沈西尔摇起了她手上的一份奏折 目光炯炯有神 脸上是无尽的笑意 说吧 走到我的面前 将那奏折递给我 她的眼波荡漾 满面春风 我伸出了手 可还是顿了顿 皇上 这恐不合一致 毕竟我是一个妇人 不能设政的 沈潇不致可否的一笑说 真让你看 还有谁会有意义吗 我点了点头 小心的接过 二哥熟悉的字体就映入了眼帘 心中一阵莫名的激动和慰藉 手 有一些颤抖 从奏折上看出 二哥带兵已进入属地的宗山峻岭 就遭遇了敌军的侵扰 好在二哥熟悉地形 事先已经做了筹谋 借着地利人和打了一个胜仗 虽未完全剿灭 却也是给了敌军重创 一时间难以恢复 奏章下面 还有一行猪批 自十月间 西南兵犯 朕素叶交思 勤势不安 但有来者 必问详情 经文儿所奏 少解消遇之劳 而大功半成 上流属地 直带功成 望儿等 紧记前车之鉴 朕在惊咬 汗入功成之陷 我一惊 看沈骁这玉批的意思 是要二哥完全地剿灭了敌人 方才能回京了 不过战事要紧 关乎国之安危 的确是大意不得的 我的心里又是担心 又是骄傲 我们灵家的男儿 一个胜过一个 带你兄长回朝 朕顶大家封赏 沈骁在窗边的红木圆 凳上坐下 仰着头看着我说 我的手一顿 随即迎上了他的眼睛 皇上 这是臣妾兄长该做的 皇上信任他能取胜 才将这将军头衔给了他 这打胜仗 只是回报了皇上的恩德 更何况 更何况 我一笑 将手中的奏折 递还给了沈细遥 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挂的锦囊上 略有停顿才说 更何况 太后的意思 不是大圣之后 迎娶长公主吗 那这捷报 更是他应尽的本分了 嗯 你们灵家的子女 都是深明大义之人 不会跟朕 需要那些荣耀 不过 正因为如此 朕 更会加以封赏的 那臣妾 就先替兄长 谢过皇上了 我屈膝下去 那一串蓝宝石 晃在脸旁 有明透的光芒 沈细遥的目光 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他仔细地 打亮了我许久 才说道 怎么下床来了 我在他对面的 凳子上坐下 目光越过他 看着窗外的 蓝天白云 笑了笑说 皇上不觉得 今儿个天气 特别地美吗 我的余光看到 他的神情恍惚地 在我最纯粹的笑容里 鹏岛摇台上 有一个不小的园子 虽然在这里住了许久 可是我 却对此一无所知 那园子 就在万芳安和殿的后面 绑着一池秋水 里面担放迎秋 柜子飘香 这里白玉铺地 有千回百转的小径 每每转弯 眼前都是令人 嘖嘖冲探的风景 最后一转 眼前豁然开朗起来 是宽广的水面 此时水面上 有片片的落叶 我站在水边 看着清澈的湖水中 自己的倒影 是沈西奥方才 领我过来的 一路穿花浮柳 身上沾染了 些许的香气 我独自站在水边 感受微风浮面的惬意 周身连日来的困顿 一扫而光 只留清爽 我大口地呼吸着 心里是说不出来的畅快 手放在小腹上 心里是温暖的 沈西奥在带我来此之后 他就离开了 留了大批的侍从 在周围守护着我 却是藏在那层花蝶树之后 好让我一个人感受 心在这样的氛围下 突然就空荡了起来 无边的寂寞和孤单 就是涌上了心头 一时间乱了安静许久的心 突然就听到了 轻柔的哥哥的笑声 我的心底涌上了 巨大的欢喜 一回头 沈潇抱着玲珑 就站在我的身后 玲珑已经看见了我 伸出小手就要我抱 我的眼泪一下 就充满了眼眶 周围的光景 在此时都是有了 别样的风情 朕答应过你 等你好些了 就许你见玲珑 如今你既然好些了 自然要说到做到 我点着头 已经将玲珑抱在怀中 亲吻着她柔嫩的脸颊 玲珑伸出小手 要抓我头上那朵鹅黄的绢花 身轻甚是可爱 我抬头看着沈潇摇 眼里满是感激 皇上 臣妾谢过皇上 说着要败下去 沈潇确实扶住了我 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要求怕 玉珑 你是有身子的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黎黄 沈潇淡淡地叮嘱着 我抱着玲珑坐在了水边 指着周围的花草给她看 逗弄着她玩 玲珑手里拿着我先前带着的绢花 一双眼睛一面四下地看着 一面又顶回手上的绢花 带着纯真的笑 我看着她 不若先前圆润的脸 有一些心疼 可是一直悬着的心 也就放了下来 毕竟沈潇耀能带她来到这里 说明玲珑的病因是完全地好了 沈潇耀就一直站在我的身边 带着温和的笑意看着我和玲珑 她的眼里是没有遮掩的爱和情 还有满足与稀迹 不时的 她与我怀中的玲珑说着话 完全是一个父亲的姿态 却不是一个帝王 此时的她 卸掉了皇帝的外壳 也只是一个幸福的男人的模样 而我在这样的状态下 似乎也不是那个皇后了 忘却了前仇旧恨 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却拥有着世上美好的一切 半个时辰左右之后 沈潇耀从我手中抱回了玲珑 抱了这么久 累了吧 你也该休息了 你虽然坐着 但久抱不好 她说着又低头看了看玲珑 一直远远地站在一旁的玲珑的乳母走上前来 小声且恭敬地说道 皇上 小公主该吃奶了 沈潇耀轻拍了几下玲珑 手势十分熟练 看来 她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儿 但玲珑咯咯地笑了起来 才将她交到奶娘的手上 我看着奶娘带着玲珑走进了不远处的一间亭房里 这才回头看向沈潇耀 此时已尽黄昏 太阳虽明亮 可周围的温度却稍有下降 沈潇耀为我重新细了细身上披肩的飘带 一个吻就落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想你 那个吻很轻 轻得好似最柔软的羽毛 轻轻地拂过了我的额头 在这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个吻却都仿佛烙印 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这个吻 似乎一瞬间吻去了我心中所有的悲伤仇恨 我似乎忘记了之前的种种 只记得那恰到好处的温度 还有同时沈潇耀那双紧紧拥着我的手 温暖有力 一直以来被孤单 寂寞 仇恨 哀愁 忧虑 包裹缠绕的心全部放了下来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祥和 那风也是适时地吹来 撩起了我的秀发 轻轻地浮在了她的脸上 她一笑 如同撕破风雨浓云的阳光 她在我的耳边滴雨着 呼出的气息 使我感觉到一阵的苏玛 我伤你 我的心就在这样的氛围下陷落了 沈潇耀看着我 依旧是还着我 好像她一松手 我就会消失一般 她的力度是那么的小心 带着隐忍的用力 我甚至可以感到她微微的颤动 皇上 您不愿臣妾了 我抬起头 在她深邃的眼睛里 寻找自己的身影 她眨了眨眼 笑了笑 那你 不恨真了 我一愣 心里似乎打翻了什么 有一些折 有一些疼 还有一些酸 这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不愿去面对的问题 我到底是爱上了她 还是恨上了她 皇上 臣妾 我迟疑着 不知如何去讲 沈潇耀还是摇了摇头 她看着我明慧不丁的脸说 我们都忘记 好吗 忘记他们 你忘记心中的恨 朕 也忘记那晚 她说完 低下了头 用很小的声音说着 朕 那时没有想到 是来不及了 我的胸口 仿佛被巨石撞击了一般 那是从最底处发出的疼 她这样讲 是不是就等于承认了 她害死我父亲的事实 我的情绪感受到了巨大的波动 眼泪不由的就落了下来 我不知在她承认的情况下 该怎么去面对 可是 内心最底处有一个声音 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 忘了吧 忘了吧 我咬了咬牙 迎上了沈西遥 带着西姬的眼神 点了点头 她笑了笑 我也笑了笑 我们并肩坐在湖边 看着西沉的夕阳在湖面上 洒下最后绚丽却柔和的光芒 看远处的紫壁山房 苍翠挺拔的剪影 看天上飞过的群鸟 带着龟巢的喜悦 看湖中 倒映出的两个幸福的人影 香味相依 天地间都静谧了下来 只有风轻柔的吹着 只有鸟轻轻的叫着 还有两颗心 怦怦的跳着 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偶尔不约而同的 注视一下对方的眼睛 找到彼此的身影 也看到了彼此的心 夕阳即将落下去的时候 沈夕阳站起了身 向我伸出了手 看了看四周说道 气疯了 该回去了 我点点头 早已过了御医说的一个时辰 是该回去了 我向他递过了手 两只手就要在城隍的余晖中相交的时候 张德海匆匆地跑了过来 皇上 西南急报 沈夕阳一震 迅速地回过头去 手也随之落下 我看着自己孤单地伸在半空的手 突然觉得 原来看似一点点的距离 是那么的遥远 自己站起身来 张德海医到了沈夕阳的身边 皇上 兵部急报 是西南战士的 我看着沈夕阳的脸 她的脸上有不安和焦虑 还有压制的恐惧 却也是带着希望 她眉头皱起 仿佛被吹皱得一浆池水 唇抿着 眼睛里的光 已经不复间切明亮 塑造各大臣 即刻去御术房仪式 她向张德海丢下一句话 抬脚就要走 却回了身看着我 脸上的神情迅速变得柔和 你快回去 站处理完了就来 我点了点头 看着她消失在花影灼灼后的身影 不知为何 就在那月色轻浮受祥云的跑脚 在我的视线里一闪不见后 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不安的感觉 仿佛 我再也看不到这个身影了 这份不安 从脚底逐渐地蔓延至全身 心如同秋风中飘零的叶子 茫然无依 心绪凄迷 身后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很轻 带着些许的迟疑 我回头看去 是玲珑的乳母抱着她 皇后娘娘 小公主奴婢要带回去了 她恭谦地说着 向我弯下身去 怀里是熟睡着的玲珑 我拢了拢头发 依依不舍地看了玲珑一眼 才叙叙地说 公主大病出狱 身子还弱 已经是秋天了 天渐渐凉了起来 你们一定要小心地伺候着